不精呢 我叫李梦亭 学古策大概超过十年了 古策对我来说就像秦韧一样 这是我小时候在幼儿园的时候 班上那个时候有一个小女孩 然后她就会弹钢琴 下了课之后会去给老师弹琴 老师特别特别喜欢她 大家在那里玩的时候 我们只能在那旁边那里坐着 然后她就可以在那里弹琴玩 然后就觉得挺羡慕的 会有一个乐器什么的 然后音乐巧合之下 我就学了一个鼓声 她跟别人不一样吧 上大学的时候几乎所有的时间就会把你的经历啊 还有时间啊还有就是全部投入在你的恋琴上面 我们的课是一对一的 老师会特别特别的就是会把他全部的经历都会看见到你 你一旦有任何的小瑕疵老师也能注意得到你的 学校它是在七点钟就会把我们的那个学院的那个教室开放出来 然后我们会有自己的琴房 我们必须在就是七点钟或者七点钟还不到的时候 就要去我们自己的琴房去练习自己的那个练习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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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可能是在美国嘛 然后其实学情也并没有那么那样的方便 如果回国的话 可能还会继续去学习 我现在在美国探古证 也只是自己自娱自乐而已 对 已经不算是像国内那样 本科毕业的时候我就想说 我的人生可能会不会有一个更不一样的发展 会不会接受一个新的挑战 然后我就说那我就挑战一下看能不能出国 然后看一看不一样的世界 感谢观看